今天是8月9日 第二節的《如是我問》 今天仍然是講講上集 的題目 就是人魚 但是很多人都因為文學藝術上的描繪 都叫它做美人魚 剛才我講了 未必一定是漂亮的 有些記載是相當醜怪 而且很兇惡的人魚 在中國來說 我們講回 有些朋友都知道 香港的尼島 現在叫大魚山 當年都是叫大魚山 但是魚是一條魚的魚 不是賭罪的罪 有些人叫大罪山 在那裡曾經出現過這種種類 記載是不是一個當時的幻想傳說呢 就不可知了 當時就叫這種 爐亭日 這種這樣的奇異的人 在西方來說就說它沒有靈魂 沒有靈魂呢 其實暗示了一件事 它不是在西方的野教文化裡的 就是上帝畫天主所創造的 都是動物 但是動物都是上帝天主創造的 這個何解呢 除了vampire 吸血鬼之外沒有靈魂呢 最後到人魚都傳說話沒有靈魂 那這個呢 人言人暑 大家呢 姑且聽之 那 它的藍的 奴婷人呢 或者人魚族呢 在中國呢 就說它是另外一種這樣的怪獸 所以我說怪獸就是 不一定是害人的 它有它的傳說 那些人呢 給它一個名字呢 就叫做海和尚 海和尚呢 最重要呢 看現在的圖去頭呢 看到就是光頭的 那有沒有一些魚光頭呢 那 可能是遠景裡面看到的幻覺 但是你說幻覺呢 在西方來說呢 就有很多個國家 或者是海洋學家 都會說 人魚 這樣這樣的生物呢 的確確 在世界存在過的 而且還找到的 找到什麼呢 找到三千年前呢 它的化石或者鞋骨 那 現在你看相片呢 可以在網上也看到 它是 一個人的骷顱頭 但是 下身呢 在腰的分界之後呢 就成為了 魚的魚 一條魚尾 來的 這個呢 都是 中外呢 人魚的 描寫的 形象來的 有一個圖呢 是倒轉 前面呢 就是魚 下身呢 反而是人 還有腳呢 這個呢 各有各的 形象的 想法 好了 那 為什麼會這樣發現呢 他說呢 很多時候呢 人類呢 最早的 進化呢 就由 源後 轉成人 那其中一種人員呢 就下了海 在海上生活 漸漸呢 它就會 適應了海中的 一切 那 捕魚的動物呢 也有很多 在海上生活的 例如 鯨魚呢 例如 Dolphin呢 這些呢 都是 捕魚類動物來的 但是 他們的生活 的環境呢 都是在 海洋中 他們都是靠 肺呼吸 而且呢 百分之一百 是捕魚類動物 就是說呢 他們生出來之後呢 那個母親呢 是抱著 用他的旗呢 可能抱著 一些小的 來吃奶的 所以呢 也有很多人呢 說 所謂 人魚呢 其實呢 就是一個錯覺 他們本來呢 就是海中的 所謂 魚近 這兩個字比較深一點 但是呢 大家都可以呢 參考一下 那 俗稱呢 就為海牛 體積相當大的 那 因為它是捕魚類動物 所以呢 仍然呢 有 乳房的 所以呢 就是呢 有人不見到 這樣 這樣的形象 或者很遠 在醫院 煙雨 朦朧之間 或者 加上 想像之間呢 就變成呢 人魚 這種 這樣的 幻想的動物 那 但是呢 我剛才 第一節都講過了 在大寶礁的 潛水人員呢 都拍過 大家都可以去Youtube呢 看看 那 究竟是 那個是另外一個 蛙人呢 還是 真正的 人魚呢 真的呢 沒有一節 考證 而呢 很多時候呢 這些 這樣 人魚的 所謂 驅體 可能會被人發現 是偽造的 曾經有一個呢 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拿過出來 展覽的 那 就 最後呢 被人發現 化驗之後發現 他們的 骷顱頭呢 那隻 所謂人魚的骷顱頭呢 是一個猴子的 所屬於猴子 而尾部的魚呢 是屬於一條魚的 將它 拼湊過來呢 就變成了 所謂 美人魚的 骷顱頭 和呢 一條魚 的形象 那 這個呢 這個呢 騙人呢 現在 在世界上的科學 這麼聰明呢 是比較難一點 了 不是這麼容易相信 當年呢 是有些人呢 是 假模了之後呢 作假之後呢 然後賣票 炒黃牛 那樣 你都可以被人去 深入去看一下 很多人好奇 究竟這個世界 是不是真的有 美人魚 或者人魚 這種這樣的 奇異的動物呢 可以說呢 到今天為止 仍然呢 未能有一個 下一個定論 雖然說 很多很多 很多 各國的 海洋生物學家 或者呢 各國的 展覽 都曾經呢 說自己呢 找到 美人魚的 鞋骨 或者化石 但是呢 仍然呢 沒有一個百分之一百 但是呢 確確確實實呢 能夠 證明 這種這樣的生物呢 曾經在地球上 存在過的 傳說和故事呢 就相當多了 那麼 在日本呢 我想呢 大部分的 傳說呢 都是從中國 傳過去的 在日本的人魚呢 亦相當流行 那麼 他們的人魚呢 通常是說 有一公尺 其實不是很大 一公尺 就三 幾 的英尺 那麼 這種這樣的動物呢 奇怪的 它不懂得說話 但是呢 它發出的聲音呢 就好像 小孩子 或者 嬰兒的 哭聲 就是它 不是用人語來溝通 是用它的美人的 美人的 美人的 語言來溝通 相當之古怪 而且呢 是 嬰兒的 哭聲 或者叫聲 那麼 在日本呢 所以 這種傳說呢 很流行 你知道呢 在日本的 日本人呢 做什麼事呢 都是有 很深入的 研究精神的 那麼 人語呢 這種 這樣的 傳說中的動物呢 或者 他們叫做 不存在 但是 很多 在文獻上 看到的 動物呢 他們都有心機 去 找個原因出來 所以 人語呢 其中一種 當然呢 我們將會 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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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講 譬如賀童 那這個呢 也是一個 日本人相當之 喜歡 港級的 一種怪獸 妖獸 那麼 在西 在西洋的 故事裏面呢 除了這個 我們 所說的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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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語的 故事之外呢 其他呢 都還有很多 講究 電影呢 拍了 相當之 豐富 那麼 最近呢 1916 2016年 那麼 周星馳呢 也拍了 他呢 很收得的 收成 三十幾億人民幣的 電影 叫美人魚 我也看過 那麼 也是用這個 故事呢 跟美人魚 有關的故事呢 拍成 你知道呢 這個 中間 是有很多 如果真有其 種族呢 是真的有很多困難 因為他又不是人 又不是仙 又不是鬼 更加不是妖 那麼 如何 去生存呢 還有人類呢 那個好奇心呢 引致到他們 要被狩獵 現在都是呀 如果真有其事 真有其類呢 我想人類呢 都會用盡的方法呢 去找出 沒有人魚的真相 那麼這個時候的 找尋呢 可能引致到很多 捕捉 非人性的 處理 甚至乎呢 殺戮 其他的獸類 其他的種類呢 也會因此呢 而 受到 陷害 或者呢 疑及持乳 疑飴 的可能性 也表達到呢 也表達到呢 人類呢 好奇心 引致到呢 的災禍 引致到呢 世界災禍 這是一個相當好的主題 今天我補充了講中國、日本 甚至西洋人魚這種傳說之後 我還會繼續為大家搜羅一些如是我聞的 有些古靈精怪的、學校不教的知識給大家 希望大家高興、歡喜和欣賞 常常上我們這個節目 我們是科林裏面的如是我聞 留天節逢星期四晚 為大家講述一些這樣奇奇古怪的故事 但是有一件事和其他網上節目不同的 就是絕不迷信 多謝各位收看 今天到此為止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星期見